好 还要来看到是高雄市的一名怀孕六个月的孕妇 27号下午要去在孩子放学的涂州 结果被一辆双B轿车撞上了 那么当时这名孕妇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抱着肚子痛到起不来 但肇事驾驶竟然头也不回的开车就走 那么索性这个孕妇紧急的送医胎儿是保住了 但是肇事者的行为让被害者的家属相当起分 行驾记录器清楚拍到一辆银色双B轿车 在十字路口撞上前方一辆机车 女机车骑士被撞倒在地翻滚了好几圈 痛得抱着肚子起不来 因为被撞女骑士已经怀孕六个月 但肇事者竟然绕过被害人开车逃跑 那一台那个肇事的车主 他觉得那一台肇事的车主 他要停在那个旁边查看 结果那个好心的车主 他也要停到旁边然后协助那个处理 但是当他停好的时候 他把绝BMW的车主 造势车主从他的车后然后瞬间逃逸 怀孕六个月的妇人是在27号下午3点多 骑车要去载小孩下课 结果就在行经高雄市凤山区文化路上时 被一辆轿车撞上 被害人的先生怀疑造势者酒醉驾驶 造势后还逃逸 让被害人家属气炸了 他应该是那个有喝酒 因为刚开始他在那个大轮发的那个路口 前面的时候他是跑中线 甚至已经以 甚至于他已经他已经逆向了 然后再过来然后追赚我那个太太 还好孕妇紧急送医后 胎儿暂时保住了 另外好心驾驶也提供了行车记录器画面 巡选找到肇事者 但肇事者却以签约为由 必不见面 让被害人的家属难以接受 中天新闻强口名包经营高雄报道